16%斷食的那個16小時 它可以喝黑咖啡嗎 它只能吃沒有熱量的東西 所以黑咖啡嚴格來說 其實應該還可以 所以它就只有水跟黑咖啡 還有什麼氣泡水 就是沒有沒有熱量 就是不會刺激到你胰島素分泌的東西 零卡可樂 零卡可樂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 就不要討價換家 你都要斷食了還喝可樂 在影片開始前 請幫我檢查是否已經按下了 右下方的紅色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小鈴鐺 正片即將開始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觀眾朋友 今天減肥烈成的邀請高美敏 嗨大家好我是楊氏明明 高美敏最近推出新書囉 這本書叫做是 高美敏教你這樣吃 營養好補最多 瘦最困難 買一送一裡面去 不要先不停讓他開得走 沒有啦 因為書已經全部賣完了 真的很尷尬 現在居然沒貨了 這真的很尷尬 就是我剛剛真的是找不到任何一本本 不會啦 然後乖乖人超好 他還說 你趕快有沒有皮包在我外面 我說真的皮包在你外面 可以啦 就讓他有一種書的感覺就好了 就是有一個畫面在那邊 當時收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裡面最喜歡的一個單元 就是跟我們分享如何斷食 因為最近其實網路太流行 你說不知道什麼168斷食 7天斷食 10日斷食 對 我先分享一下 我曾經最高紀錄有執行過 是10日斷食 然後7天一開始我覺得很難熬 我覺得 總到每一個餐都想吃東西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 其實在斷食 就是我已經沒感覺了 甚至很明顯的是皮膚開始變好 然後很滑嫩 然後整個人精神看起來超好 然後可是到後面比較麻煩 應該是到第八天第九天之後 要復食 因為你不可能突然暴食 因為有人因此送醫院或者是暴飲暴食 所以八天第九天還要煮一些那個米 上面的那個水 對不對 然後吃一些那個什麼青菜湯 就是算是有點流汁 就是有點稍麻煩 可是後來呢 我就就是一斷食完就開始吃別的 我就開始變胖了 可是當下我覺得滿有感覺的耶 可是整個人的那個清爽感 其實很難以取代耶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斷食好像真的就是像你這樣子不吃東西 然後執行一段時間 然後要撐很久在那邊很痛苦 可是其實老實說 現在很流行的1685 我覺得它之所以流行有它的道理 因為它就是你八小時可以吃東西 然後16小時是不要吃東西 可是大家仔細想一想喔 你昨天的晚餐幾點吃 大概七八點 好 那我們算八點 那你早餐幾點吃 10點 11點 那八九 所以你14個小時空腹了耶 嗯 喔 對耶 所以其實你斷食14小時了耶昨天 對耶 所以你離168差兩個小時 就如果我沒吃宵夜的話 對 然後換 換食宵夜 其實其實168斷食主要呢 就是常吃宵夜的人 是 你執行下來 你就會發現你只能借掉宵夜 因為有一次 當你表姐就問我說 你怎麼可能做不到168 你八個小時吃不完三餐嗎 我說吃了完八小時吃三餐那麼容易 然後就在你16小時那邊不吃嗎 我說不行耶 所以 你們兩個湊在一起就是 所以168的重點是16小時不吃 不是八小時吃 應該可以這麼說 因為八小時吃完三餐很容易 就一直吃就三餐了嗎 對 但是我們也並不是要叫大家說 你這八小時就是要趕快趕快就是一直吃東西 不是說當成吃到果然在吃 對 就是吃的內容物也很重要 老實說 斷食法這件事情我遇過很成功很成功的人 我也遇過那種就是 斷食還胖的人 就是我遇過一個是老闆 他就是決定他要瘦身 所以他就是到下班之後 他的應酬第一餐 他才開始吃 你白天都不吃嗎 五點開始吃 對 那但是他五點才吃第一餐 就開始吃麻辣鍋 然後燒肉 喝酒 結果他一個月就胖了五公斤 哇 這是真的胖很多的那一種 就雖然說他有符合168斷食的規則 可是也沒有用嗎 對 其實也沒有用 那我也遇過就是有人斷食斷一斷 他覺得他頭很暈 他覺得他情緒很糟 甚至他本來就是有一些胃不好的人 他空腹太久 他胃就不足 或血糖腸容易高低起伏的人 他就低血糖的時候他就是不舒服啊 他就會想要暈倒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 其實是不適合執行斷食法這件事 那168斷食的那個16小時 他可以喝黑咖啡嗎 他只能吃沒有熱量的東西 所以黑咖啡嚴格來說 其實應該還可以 所以他就只有水跟黑咖啡 還有什麼 氣泡水 就是沒有 零熱量 就是不會刺激到你胰島素分泌的東西 零卡可樂 零卡可樂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 就不要討價換家 你都要斷食了還喝可樂 斷食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希望現在的人 你平常會有吃宵夜習慣的 你有吃那種點心下午茶高熱量習慣 你就趁這個時候把它改過來 可是他的原理是什麼 這16小時我身體不吃東西 他會知道嗎 他會知道嗎 他超知道的 屁勒 我實際上他超開心的 他超開心 OK 當你不吃東西時間越長 他就會開始進入脂肪燃燒的模式 OK 就是你一開始分解的東西 肯定是一個肌肉裡面的肝糖 肝臟裡面的肝糖 再來可能會分解一些身體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但是最終它會分解到你的脂肪 OK 所以應該算是拉長時間來做到減脂 這件事情是有道理 但你之前說你斷食斷一斷 覺得你皮膚變好了 覺得你整個氣色變好了 其實因為斷食的時候 人體會有一種斷尾求生的機制 他會開始有細胞制式的反應 他會以為我在雪地裡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開始吃掉一些細胞不必要的東西 喔 對 就是比方說他覺得這個細胞覺得自己很強 然後他有一些代謝廢物 他覺得他們真的很廢物 他就把這些不需要的人就是吃掉 所以你的細胞就會更新 就是他可能會誤以為 我在一個荒山裡面快買東西吃了 所以他要去把不好的東西快要弄掉 以免我死掉嘛對不對 就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成這樣 就是他會開始進入一個循環更新的狀態 他會倒當成乳冰遜在荒島嘛 然後他就會執行自食的效應這樣 因為我覺得假設你斷食的目的 我覺得要看目的是什麼 有些人的目的是很遠大 他想要延長壽命啊 他想要誤出人生真理啊 這種的話 你可能要斷食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你身體可以跟這個斷食和平共存 喔 就這樣的話就OK OK 但如果你是想要減肥 減重 減脂 但是你一斷食就覺得 天啊 太痛苦了吧 的那種人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就也不需要 同時也可以過得很不快樂 對 就變成是你一直 蛤 為什麼我要啊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也有試過斷食吧 然後我就真的168 我就是168 我是學一個醫師朋友的做法 因為他說168超簡單的啊 我早上看診的時候只喝黑咖啡 根本就沒有辦法吃有熱量的東西 然後看診完 我中午再吃 其實我就168了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 聽起來很容易喔 對 如果你的胃不錯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是鐵胃 就是它的胃如果不錯的話 你可以這樣試試看 然後我就這樣試過囉 結果大概三個月吧 一公斤都沒有減下來 然後我一樣吃蔬菜喔 我一樣沒有吃垃圾食物喔 可是我的身體 就是一直卡在50公斤 自從我試過這個方法了 對我來說沒有 沒有沒有 高明你就是不能168 就沒有減重 你沒有減脂 像我在我身上 我就決定回歸到老方法 少吃多動 就是很飲食 結果我就算47了耶 所以你就是不能168的人嗎 就是我就是那個 我覺得不適合斷食 那有一些人168會小作弊 例如說什麼 我今天晚上吃了 那我明天再晚一點開始 你說這種到底是 算不算168啊 就是你只要時間算好 就是168 好 例如說我今天晚上不小心吃了一個小宵夜 那我就還要空腹16小時 到隔天下午4點再開始吃東西 對 那個就是讓身體就休息一下啦 那我是那種第一餐不吃就無法工作的人 對 我沒有辦法什麼喝黑咖啡開始工作不行 我一定要先吃個東西才能開始一整天 這也是很多人曾經跟我說過 他說 我就是在吃東西的當下 我的腦袋才正式開機 你如果要我下午或中午才吃第一餐 那等於我早上做 對 對 對 我就是這樣忙忙 對 我早上都在忙 都沒有做事耶 那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工作都沒有做好 所以這種人我覺得其實你就 請你先告訴你的主管 哈哈哈 你自己沒做好了 哈哈哈 這是你要告訴你自己的身體 搞錯了 搞錯了 對 你要跟他說 其實我們可以換個方法 辛苦了 辛苦了 對 我們換一個方法 可是如果168真的太能 他可以執行一些清斷食嗎 這書裡面有寫到對不對 有 其實這個書裡面有講到就是時間限制比較沒那麼嚴格 像什麼1410啊 或者是1410啊 1410是什麼 下午2點10分開始吃 1410是什麼 加起來 你是餓了4小時 就是你10小時完成那一餐就可以 像我們剛剛不是算你晚上8點吃完 隔天10點吃嗎 那其實你就在1410了 喔 對耶 其實你就已經有做到這個 那或者是121了 其實也有做到 我覺得還是控制你飲食的型態 會比較好 你知道現在的人 熱量很容易爆表 我覺得用熱量來算 有些人可能不認同 說你不能什麼都算熱量啊 可是當你一算之後 你就會有概念 你知道嗎 比方說你早餐吃了燒餅油條 好了 好了它有500大卡 然後你中餐吃了炸排骨便當 1200大卡 1700了耶 直接快超過了 可是一個男生一天的活動量 你肌球代謝可能就2000多了 2000或1800就差不多 女生可能1500、1600 是 所以你怎樣吃 你就會發現 好像現在人都很容易超過 可是因為其實現在168斷食聽起來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執行 我今天就可以開始了 那是不是有一些人的身體 可能並不適合這件事 甚至可能會出事 他怎麼去判斷 那機種人比較不能做這件事 我覺得第一 你有高血糖的人 或你血糖在控制的人 因為你有一餐沒一餐 或者是有長時間斷食 你就是血糖比較容易不穩定 OK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是 腸胃不好的人 是 因為你空腹太久啊 很多人就會說他胃怪怪的 對 長時間可能會有些人會胃發炎 胃退養 OK 這種事比較危險 再來是孕婦 很多孕媽媽懷孕前在斷食 懷孕之後就說 那我可以繼續嗎 哇 那真的有點危險 有沒有 他會覺得他已經斷食到一個程度了 已經有成就感了 怎麼懷孕 懷孕了之後他怎麼辦 但其實懷孕的時候需要能量 對 還是不適合斷食 除非你小孩也跟你說 我要168 哈哈 小孩不會說他168 小孩會一直說我要吃 我要吃 我問他嗎 你要168 他會說 我要下班好嗎 那你就有一餐必餐 因為他一下今天有接沒有 不行 孕婦最好還是不要 對 再來是那種成長中的小朋友 因為你知道現在很多小朋友 會看流行資訊 可能國小國中就開始跟你斷食 對 可是他這時候可能骨骼在成長 在發育 需要營養 你斷食長時間的時候他們忍不住 又吃一些有的沒的 對 所以我覺得成長中需要能量跟營養的不是 你會錯過長高或者是成長的最關鍵的時候嗎 對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疾病上調理的人 我覺得就是要諮詢 你知道我出書的時候啊 我最常遇到一個狀態就是很多人會說 營養師你看起來就是沒胖過 你到底憑什麼跟我們分享就是瘦身這件事啊 你真的懂我們胖子在想什麼嗎 你不要這樣 好懂啦 就因為我以前真的很胖 就我以前的綽號叫黑豬 就是歐滴 你是歐滴熱情的那個歐滴熱情嗎 好像一把窩 就是 歐滴熱情 好像一把窩 然後就是以前同學都會說歐滴借我橡皮擦 然後我以前 你就要唱你要聽啊 歐滴熱情 好像一把窩 好煩喔 但是我以前真的是滿熱情到 我不知道歐滴對他而言是個便宜 OK OK 因為比較樂觀這樣 對 因為然後我長大之後他才跟我道歉 說對不起小時候叫你歐滴 我才說怎麼 噢 所以你也有胖過只是我們不認識啦 對 剛好你對營養的知識比較早開始有 所以你可以更控制自己的飲食嗎 對 是那時候開始 學過營養之後開始才真正用對的方法見 然後後來發現就再也沒有真的很胖 所以什麼樣的人要看這本書呢 我覺得是你想要 太美照的可以嗎 就我單純覺得高明超正我會買來看 有嗎 可以 裡面很多寫真 因為我看一下有些去菜市場裝超濃的 沒有 那是特地一位的書 再來咧還有什麼人可以看這本書 應該是說全家人你只要有一本 就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你想當全家人的營養書 就比方說有時候家裡的老人家怎麼了 你會很想了解他的營養 或有時候你在煮飯的時候 或你沒有時間煮飯外食的時候 你就只要看這本書 你就會了解就是生活營養學 所以你就是可以試著就是看這本書 然後打開你家冰箱 OK 就是看一下檢視一下你的生活 OK 那我就是很多水餃 真的假的 冷凍水餃 還有肉鋪 謝謝高明明 希望這集有幫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飲食上可以學到更多集市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資訊的話可以買這本書 或者是收集高明的Facebook YT還有IG 掰掰 謝謝大家